弟子在这里给人念一个给师父的忏悔信好吗 啊 你讲吧 赶上师父 师父休息一下 尊敬了师父 弟子向观世音符在忏悔 向师父忏悔 弟子在悉尼时 上弟子课因为走神 被师父训诫 下去磕头去 弟子在此向师父忏悔 不在悉尼时 惊惊念念想听师父开示 到了悉尼却不专心听讲 真的觉得很对不起菩萨 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 怀银经说 譬如暗中宝 无灯不可见 佛法无人说 虽惠莫能量 弟子真的很感恩 精神能德 欲敏师 得闻佛法 弟子很惭愧 每天跪在菩萨面前都会发愿要尊师重道 也是真心实意爱菩萨 爱师父 却没有落实到每一个细节上 在师父讲法时思想开小差 其实就是不尊师重道 也真的是感恩师父的教诲 让弟子明白真正的尊师重道 是体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 作为师父的孩子 只有真心忏悔 好好做人 踏实学佛 发福提心 以师志为己志 以师心为己心 不给师父添麻烦 不让师父多操心 才叫真正的尊师重道 你自己的这个忏悔心之后呢 你也要懂得 对不对啊 对 无体本无数 红尘滚滚滚 就是让你能够有一个解冲烦恼的一个机会 你如果不吃点苦 你没有个师父这么讲你 你哪来的觉悟 你哪来的忏悔啊 是的 真的很感恩师父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好了 弟子今天的问题问完了 欲助恩师 请你法会 红法顺利广度有缘 师父给你一句话 你好好记住了 好的 送佛一生法力断 听得懂吗 嘴巴里经常送佛 明白了吗 人间不管什么法都会断掉的 经常心中装有佛 你就会没有人间的各种法相 各种杂念 所以这个使法界的意念全部要断掉 你才能成佛呢 好了 感恩师父 弟子一定警记师父的话 再见 好 感恩师父 师父保重身体再见